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任务一 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 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好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呢 刚刚在下午的时候已经宣布了 民进党跟激进党一起共同推出 最强人选在中二选区的补选 要争取立委这一席 就是前立委林静怡 我们来听听看 静怡也是一个感言的政治人物 我们进来的公投讨论 我也看到静怡不畏惧抹黑 别贴标签的而已攻击 静怡还是一个有侠气有义气的人 那么反恶霸的时候 他全力相挺 那无论从任何条件来看 我都认为静怡是我们最强的候选人 好 不论从哪一个方向来看 不论从哪一个条件来看 静怡都是最强的候选人 你可以看到这个异于言表 这个蔡总统对林静怡 可以说看起来是疼爱有加 旁边这个高嘉瑜就有点点不是滋味 就没有这么疼爱 小英总说的都是实话 因为我那时候选港湖立委的时候 小英总统也一直称赞我 他有说嘉瑜是有侠气的人 他就说 我们赶快进行节目好不好 因为静怡现在集三千丑爱在一身 那这个其实呢 这个他自己也很有信心 必须讲 在这个陈伯威确定被罢免 那一天晚上他就已经开始在备战了 就已经党就在问他的 这个户籍到底在哪里 所以其实这个迷你脑动作 真的非常快 那国民党呢 国民党现在还陷入两难 我们待会来看国民党 先看看林静怡 林静怡其实这几天 密集的上政论节目 还有广播节目 讲到这个防弹衣 或者是中二选区治安的问题 是不是黑到横行这件事情 大家当然都很有兴趣 毕竟他之前讲过 那他上这个小玉 这个小玉的节目 秋名玉的节目 他就说 真的有人穿啊 这个防弹衣是真的有啊 他前一天是在民視 他说 我也相信可以不用穿 可是这个地方 参选的人 据我的了解 我们在当地参选的前辈 是有穿防弹背心的 每次都这样讲 谁谁谁 也不讲 那就讲可能有啊 谁谁谁 那今天他又再一次上节目了 他讲的就比较直接一点点了 我们来听听看 就我的了解真的有 只是说我当然不方便透露 自以前选举的时候 那我记得应该是去年年初 博物委员在一个访问里面 也提到他选举的时候 其实真的有民众送他 还是在讲说有前辈有谁 有民众送他 可是我们不知道他讲的是谁 后来刚才有人偷偷递小抄给我 讲的是陈世凯 这个台中的立法 台中市市议员 民进党籍的市议员陈世凯 据说他这个参选的时候 2013年的时候 有穿防弹背心 可是其实他本人也并没有 这个出来 说清楚讲明白这件事情 是不是中二选区真的这么危险 那我相信我们在电视机前面 或是在网路前面也有住在台中 第二选区的民众 到底那个地方真的有这么危险吗 真的有这么危险吗 因为如果我们在台北 大家有时候昵称说天龙国 就是看台中 有时候是失真的 必须讲我们透过媒体来了解 这个地方的人事物 像是友台就在讲 像是王定宇 他就在讲说 那个大甲镇蓝宫 那事实上有换过董事长 换姓政的当董事长 还是姓严的当董事长 掌权的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也是客观的事实 他们应该是说 所有政论节目一起蜂涌而上 现在已经把严家 因为严宽恒很有可能会出现 虽然他还没有松口 开始加强火力 去攻击这个地方 一直攻击 一直攻击 还有另外一位名嘴 叫温朗东 他也说 我今天要讲严家的事情 我是要写这个 要发不轻声的声明 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我目前身心都蛮健康的 没有任何轻声的打算 如何如何 像这样子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抗中保台 阿京阿姨没有 没有证据 这个必须讲 没有什么很确实的证据 可是一直影射 会声会影 像我们听到就说 台中那边 应该是真恐怖 应该是这样子才对吧 那过去 不只是温朗东 不只是王定宇 这个周玉寇 他也曾经 跟这个严清彪家族 严清彪大甲正兰宫 这边有一些诉讼 包括诽谤 包括这个恩恩怨怨 缠斗了十几年 过去2006年 可以看到周玉寇 还去这个正兰宫上乡 斬鸡头自清 那这个 我们TPBS的独家 这个 因为现在很多蓝营 的支持者都很紧张 也很焦急 到底国民党要推谁呢 那难道这一席 就是严家的责任吗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独家报道 据说昨天朱立伦 在这个智库密会 严宽衡 来讲这个补选的事情 可是谈不拢 重点是谈不拢 严宽衡 两个隐忧没有点头 哪两个隐忧 哪两个隐忧 所以他陷入 长考 因为对他们来说 其实这只剩下两年的时间 补选 他可能2024 他准备更充足了 还有另外 台中市的大家长 卢秀燕 对补选的态度暧昧 可能也是他考虑的隐忧之一 前这次罢免 你有看到卢市长吗 好像没有 对 这个是做很比赛 做成这样子 这一次罢免过程里面 我看到陈博伟 他后来不是用苦刑吗 苦肉计 买清票 你有看到陈博伟 穿檔丹背心吗 没有 所以大家不要再拜 还有那几个枪枪 我没有要干嘛 我讲一句 社会记者的开口 你没有那个行情 你有帮帮忙 不要再比他来 拜托 老婆不要去那边 你没有那个行情 我这样说你还听不懂 没有 以前古早时代的事情 也许有 我们选举的过程里面 你说枪声大作 服务处被开枪什么的 还有民进党立委 服务处被他写 差人妻 都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选风是不好 但是我跟你讲 中俄选境那是以前的事情 这是陈博伟 他去做友台的节目 他说他们内部有矛盾 然后父子的意见不一样 所以我建议彪哥 你家可能被装的监听 还是监看的 你看父子不合 你看说夫妻不合好了 还是兄妹不合 就各种谣言都有 所以你看这个防弹背心 彪哥之前讲说有谁穿过 他是笑笑话说 有谁穿过 大家都觉得很好笑 然后林静怡说有人穿过 但是我不能讲是谁 你看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套路 就是民进党的套路 促转会教我们的 东厂教的 影射的杀伤力是最强的 有人穿过是谁 我不能讲 我们现场有人收红包 是谁我不能讲 卉威 这样可以吗 我们现场只有四个人 谁收红包 我是开玩笑 这个真的是开玩笑 所以官方没有 这个是民进党的 他就是决定要骯髒选骯髒云 所以你会遇到的是 民进党的正规军 刚刚前你讲的共同推荐 是给陈伯伟给激进党一个面子 他最后是民进党提名 蔡总统亲自下定 我帮陈伯伟讲一句公道话 蔡总统你当初罢免前 他两次在中常会说什么 不要让认真人孤单 你为什么不用力一点 你用力一点 搞不好陈伯伟就那个了 但是前置我最后的 我最后的担忧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赢了罢免 然后输了补选 我请问观众朋友 如果国民党是赢了罢免 然后输了补选 这样国民党算赢还是输 输 因为你把陈伯伟拉下来 换了一个女版的陈伯伟下去 你浪费了这么多的人力污力 结果补选了 又是林静怡赢的话 其实你是算输的 所以赢的罢免输的补选 国民党输 对民进党来讲 输的罢免赢的补选 算赢 所以输赢要看1月9号 要看1月9号 所以1月9号这一战 真的很重要 现在可以看到 包括清律的媒体 或者是民进党内部 民意代表都锁定这个火力 到严家 到郑兰公 到严勤彪这个家族 我们就可以看看 地方上的人士是怎么讲的 因为我们都不是台中人 这个是邪性到我们大白话的 一个民众 他为了要以周公信 他还告诉我说 我真的是这里的人 我是大甲郑兰公附近的人 他还把他的身份证 我们把一些资讯给引去 他是说他住这里 已经住了35年了 他说他觉得像是周小姐 或是其他人的这些言论 说本区立委蔡其昌委员 对他是有利的 因为如果把郑兰公的主委 把郑兰公给 他的这个言情票给拉下来 那这个董事长 郑兰公董事长 有人可以安插党内的人士 如果来逮捕的话 那对于他未来 譬如说有公庙系统的把持 或是绑装 对于日后2022年 市长补选铺路 是不是更有利了 这是当地的选民的新生 其实当然 严家在地方上的这些问题 不用我们民进党讲 其实地方上 或是长期来 大家可能都知道 所以才会苦手什么销波块 等等 过去有这些 但是严家其实对这些苦手 其实也都用幽默的方式去回应 像严宽衡 之前也会去留言等等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些事情是不用多说什么 但是不可否认 严家在地方上的组织跟选民服务 这个一直听到就说 确实是做得很好 选民服务的确是 因为我自己也听到 对 这个部分是大家所口耳相传 就是说 当然你要能够当选 绝对不是说你有一定的实力 不管你后面是什么样的实力 而是说你必须要靠长期在地的经营 所谓的经营当然就是包括选民服务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他才有办法去超越所谓蓝绿 即使严家后面有大家所认为 这些问题 但他还是能够持续的当选 确实是有他厉害的地方 那现在问题就在于说 刚刚所讲的 陈柏维罢免之后 问题就来了 问题在哪里 在于国民党身上 当初你怎么去检验陈柏维 现在人家回力标 就检验你国民党的候选人 而这个候选人是谁 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看起来国民党现在 有没有这个决心你要推出一个 什么样的候选人 来对选民交代 那严家现在就是在地方上 在这个中二选区就是最强的候选人 这是不容否认的 那你现在国民党 你要怎么样的方式去 让严家出来参选 还是说严家要来参选 因为严清彪从陈柏维罢免之后 就已经先说 不一定非我严家不可 那听起来严宽衡也说我没有意愿 他有讲吗 就是说他 他没讲 他没有实际说 他没讲 但是所听到的就是说 目前严宽衡并没有鼓动积极 他还没有松口 又在影射的 你看 没有松口 好 那如果是严宽衡我也OK 他在线入长考 对 线入长考 所以我的意思现在问题来了 问题就是说国民党 是不是需要严家这个来参选 如果需要的话 严家现在也等国民党开口 朱立伦要不要去拜托严家来参选 那等等 现在严家就在等这个 等国民党开口 而不是说我严家要选 这差很多 今天是国民党需要我严家去参选 还是我严家自己想要参选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状况 所以现在看起来严家就是 我在那边吃青蚌蛋黎 吃青蚌 等国民党 看你朱主席的下一步是什么 看起来文传会副主委在这里 也看不出来国民党的下一步在哪里 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 也不知道国民党的人选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一切从罢免到现在 完全没有任何准备 你把罢免归功在国民党或是什么 完全是不对 因为这是人家严家地方的实力 但现在罢免完之后的下一步在哪里 国民党看起来还是不知道 其实不要看这个 有时候这个高嘉瑜的时候 有点装疯賣傻不好意思委员 可是他真的这个地方的基层 他真的走很轻 他有讲到那个重点 你不要一直觉得说严家好像说 拿枪怎么样 恶势力 黑道怎么样 我自己在台中待过半年 的确他们这个地方的组织非常绵密 那个组织并不是说是黑道组织 而是选民服务 做得很扎实 确实 我讲一个民进党的人 自己讲的话叫谢昕妮 潜立伟 他不就讲了吗 他说你们台北官殿下 你们台北人 就民进党的台北人一直抹黑 说好像台中都是黑道治乡 治国 可是人家五湖四海 人家是靠基层服务 你说人家黑道 人家乡亲根本不觉得人家是黑道 人家是靠热忱 然后去融络大家的心 这就叫基层实力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现在非常害怕 其实他们很怕 延宽人出来参选 所以一直抹黑他们 一直抹他 就让他不要出来 有一些自己形象不好的人 还故意说人家形象不好 就是一直抹 一直抹 一直抹 你不要亂比 我很怕 我比一比到时候 是不是 那你说我觉得其实民进党 才是问题 今天蔡英文说 林静怡是最强的候选人 我听到就笑识了 侠女 林佳隆不是更强吗 你为什么不叫林佳隆出来选 而且他们在地还有一个 叫张家安的议员 形象更清晰 政国会的 你为什么不让人家选 叫林静怡 林静怡被形容成成博威2.0 为什么 第一个 他也都乱讲话 什么他提过政策 就说10点以后限电 让大家多生小孩 这也是他提的 不知道他怎么想出来的 就是他也是在国会乱讲话 然后再来就是意识形态也很重 比如说他说你主张统一就是叛国 后来他不是曾经当蔡英文的 总统发言人 还因为这样被换掉 因为意识也太强 成博威2.0 你知道我今天中午的时候 刚好跟成博威同台一个直播节目 他们还连线林静怡 然后结果主持人 直接问林静怡说 你被称为陈博威2.0 你怎么讲 如果我被称为刘德华2.0 我就赞啊 谢谢大家对不对 你干嘛制入自己是刘德华 林静怡马上否认你知道吗 那这样陈博威不是很尴尬 对 然后他就说 没有 你们要注意我们的差异性 你知道吗 然后马上否认 就是陈博威我觉得比林静怡还好 陈博威说他一定会力挺 林静怡去帮他助学 林静怡根本就很怕被跟陈博威 自己曾经受访的时候有讲过 他说他跟林静怡特质很像 就是外表看起来很厉害 可是内心很柔软 那就一厢情愿 一厢情愿 所以你看 所以你说比有情有义 陈博威比你还好 然后你有陈博威不好的地方 20秒 来 前子是这样 民进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 观众朋友你比我还清楚 如果今天 严清彪或是郑南刚有一点点问题 民进党会放过他们吗 不要再影射了 就直接抓起来 就根本就没这种事情 这种奥波骯髒选 大家看清楚 好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我马上回来